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华人同修 阿彌陀佛 我们继续来讲解《易经风水面面观》 《易经》和《风水》它是多元化的 它所包含了八万四千个层面 不是我们所想的那么一点点的层面而已 《易经》它所包含了生 脑 病 食 等等都在意之中 很多在科学上没有办法去印证 没有办法去理解了 从《易经》里面可以解答 回想在前年 就像在三千年前佛 佛陀所讲的 在未来末法时期 有一种七种魔鬼的病 那就是萨士 突然就死了 喉咙烘喉 花烧 这个病传染的非常快 那就是七情的魔所发生 所以本周门呢 我就紧尊着王潭老祖的开示 他说我们现在世界和平中楼那个地方 有一个龙穴 那个龙穴呢 要我盖一个中楼 大家呢 要练药师经 练三万六千变得药师经 然后画在那个中楼下面 一个太极的下面那里 把这个穴挖出来 破毒挖出来 就可以接上这个气 然后上面盖中楼 因为今中一详 法界心 今中再详 传遍天人的心 所以老祖开示了 我就按照老祖开示的方式 交代我们所有的同修弟子 在最短的时间 在5月5号以前 把这一个药师经 练三万六千变 全部供养给法界众生 然后我就 查这个SARS的来源 SARS来源你查 大陆最可怜 这个果子梨 都被杀了 都被杀掉 身冤亡啊 身冤亡 没有办法 我想S果子梨 他要赶快投胎转世吧 所以就 莫可奈何 我 普国瓜 上课 我们在私信班 普国瓜 原因就是 我们地层表面 水 我们现在喝矿泉水 喝的特别多 矿泉水呢 它是从地底下 完整那里抽出来 因为我们有各种动物的尸体 木头 矿物组等等 一直基层在地下 我们抽出来 再引用 再引用这个 和我们细胞的能量 产生相抵触的变化 所以会造成这个SARS的病癌 我也做了一篇 专题 研究的报告 我 请班长 你到 我们那里 可以拿 拿来送一本 请他们 大家可以再研究 用疫经的法则 因为 以后 各位 相劣势的 疫经探讨 过种病 好啦 好啦 我就按照做 按照疫经的法则 什么时候 6月1号 农历6月份 6月令 台湾的SARS 就会完全消除 那段SARS正在流行 我们的总统 纯水扁先生 他 因为也是朋友嘛 他就来幸福寺 他问我说 也愿来祈祷 诸佛菩萨 这个SARS什么会结束 我说 农历 6月令 就会完全消除 所以他回到总统府 有媒体 大家问他说 总统啊 你看SARS什么会结束 50天 50天一定结束 我用月令 他用天数 更高的境界 那一天开始 50天 第二天报纸登出来 总统说50天 SARS就会结束了 刚好算一算 高 难怪他会当我们的领导 我们的领袖 总统 他用这个方式 那么这一段时间呢 有各种的变化 各种轰轰鱼鱼鱼鱼 申请到世界卫生主书 就打回票 总统也没有骂他们一句话 说不要泄气再申请 很快就过去了 刚好在50天那一天 刚好交六月令 好像六月四号 或者六月五号 农历就交六月令了 就刚好SARS完全解除 你看易经的奥妙 但是原来呢 我还没有要去诵经 要没有要盖那个钟罗的时候 钟罗借着那个声音 借着地灵的气和法界 能够产生二五构经 二五 二是阴阳天地就为二 五的就是五行之气 佛罗唯一交错错终的它的变化 所以在五十天就会结束 而且还没有念经以前 我用挂算找不到天一 没有办法能够结束 所以我第一我就用普罐 钟罗按照老祖开示 钟罗做了按照一切衣轨去做 什么时候可以结束 结果挂出来天一 主生了天一 什么时候就可以结束了 到最后运动结果一天也不差 也不多也不少 这个就是义经之庙 所以义把整个宇宙虚空 一切万华都包在里面 一切万华都喊着 大五十万四五十内 所以我们学义经 我们是要趋极避凶 我们不是逃避 我们没有捆钱去接受各种磨难 我们只有趋极往极的方面去 凶的我们不要去踩上它 我们没有捆钱 所以义经就是趋极避凶法门 无论你上山下海 我们最好能沾个卦 在好多年前 我们一位信徒在彰化了 他要到大陆去玩 我跟他扑个卦 我说你不要去了啦 这一趟去了 用走的出去 用抱的回来 他不相信 他怎么抱回来 我不知道你再扑看看 你自己扑 扑个卦也是一样 都很不好 不要去了啦 他说钱已经缴了 缴了两万多块钱 很可惜 去了啦 结果在广东那次报导 住在旅社 三更半裂土树流下来 就把他压死了 就是他 真的回来 用抱的回来 用走的出去 抱的回来 他的太太 到市里来啦 很伤心的 我说 叔父你怎么不讲明 我难道也没有讲明 我明明告诉你 走的出去抱的回来 那我老公就不听 你没有办法嘛 哪有办法 生死自己去定 你有福 人家建立了 你就接受 不然也想尽办法 来怎么样 趋吉避凶 念经来回向 或是怎么样都可以嘛 所以我们的疫经 趋吉避凶 不要去就不要去 不要去勉强 还有目前和过去 我们台湾的建设 说实在太快了 很快 很快在建设的过程之中 难免呢 会有一些山神 龙气 龙脉 都被断掉了 一断掉的时候 那整个气就乱掉了 气就乱掉了 在当时呢 我们 张辽贵雄同修呢 他们公司 在院里 开个高湖球场 你们吴老板 哇 拼命的把那个山开垦 把整个山市场破坏掉了 破坏掉了 一个晚上下雨五百公里 不得了耶 把山下的那些猪啦 什么都把他留了一塌乌土 所以 这个球场的前面 被村民围隆 不能进去 后来呢 你们师兄呢 林师兄 他带着你们吴先生呢 来找老祖 江千贤告诉我 我说你破坏山河大地的灵气 你要破坏的时候 你要不要补啊 你败了你就要补 不补 你要用其他的来英国呢 开玩笑 他告诉我 我请人家来祭 载了很多金子 两卡车三卡车来祭拜 也没有用 有什么用 你把整个台湾的金子 堆在那边 就像洛书堆而已吧 还有什么用 错了 罚 不了解罚 你要趋吉必修 一定要有罚 用益 然后我去看 我告诉他 最便宜的 花了两千块的金子 什么时间 我用预算 什么时间 能够把这个器人接起来 我教他怎么做 结果 花了两千多块的金子 和那二十几万的金子 插天跟地 兩千多块钱 用益的法轴 怎么祭拜 怎么做 结了 稳下来 现在 现在 我好像都没有时间去打 一个高老度球 高老度球 我只会拿出头而已啊 我不会打高老度球 反正是用益啊 用益 所以破坏三合大地 你要怎么补 要懂得益 以后 我会教你们 破到什么问题 怎么来解 破到什么毛病 你怎么样解 益怎么解 就是益经的诗 非常殊胜 天上天下 为益独尊啊 为益经独尊 为心法独尊 所以 好 我们这个益的法轴 要用的范围太广 太广了啦 曾经我们一位弟子 他养了两三只的 那个小猫 哦 我怪不得 哎 你的养到九片怪猫耶 卦中叫做官鬼带成熟 动来相克 卦中 成熟 他官鬼 动来相克 我的是九片怪猫耶 你养这三只猫呢 你家里一定是鸡钱不灵耶 他说老师啊 已经鸡钱不灵好几个月了啦 孩子不必讲 现在怎么办 你看要捉哪一只出去 要放生哪一只 好 我又不能说普光 夹鱼饼 我 卦普了 放生夹 到时候这个九片怪猫来找我耶 他说你怎么把我放生了 啊鱼 你也不能放生 啊鱼也不能放生 你怎么办啊 阿弥陀佛的啊 你怎么办 哦 哦 那个 俗话 三脚的没台 三脚的猪 没台啦 就是赚不了钱 股东三个人 股东的话 做生意绝对会倒闭 一定要四脚 啊 四脚四柱朝天 不是四脚朝天哦 不是四脚朝天 四柱四条朝天 哦 三只猫 三只猫 没有好事耶 在家里里面养猫 不要养三只啊 啊 你最好养四只养五只 最后我说 谁都不能放 啊 你继续再养到九只好了 九命怪猫 啊 九一个是杨树 本来猫呢 他是属于鹰的动物 他的活动 半夜 三更半夜 最活躍 所以猫 这属于鹰的动物 那么你用九树 用养九只猫 给他 在那边 就好了嘛 他回去了 老师 你不是说九命怪猫 那我不是更糟糕 不会啦 啊 九树 是存粮 啊 他回去了 就是他在抓了只只猫呢 屋前屋后 让他很自然啊 家里平静下来 平安哦 啊 这个也是 当我们碰到问题 怎么解 在意里面 都可以找到答案 还有我们一位师兄 啊 他当时开山肯定 在山上开山 有一天呢 跟他儿子 到台中 我在五前五街 他找我 他的老师啊 我在开山 的时候 好像 后面都有人 跟在跟 后面有人叉叉叉 在走路 也是有人在跟 我说 那个山神 厚徒啊 好兄弟 你要向他们祭拜 要祭拜 好 那你准备 水果 糖果 但是要祭拜山神 你最好 不要用生的 水果是生的 你要用熟的 熟的咧 就是 菜啦 飯啦 山生 樹山生 分的山生都可以 还有精子 尤其土地公斤 好 我们精子有不同的作用 寿金 太极金 大福金 就土地公斤 大福金 数方金 银 银值 好 还有股钱 这有不同的用法耶 好 你寿星 是拜神 和祖先的 拜神和拜祖先用的 太极金 太极金 是大神 大神用的 拜天公 好 还有大福金 就土地公 用的 四方金 四方金 就是天兵 将 所用的 银子 好兄弟 游魂所用的 古钱 就是游灵 天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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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秋金 求所用的 就是义 所以我们不了解这些 我们就 最好 能够了解一下 那么你拜山上的 好兄弟 银座 寿星 有的 他有队长 好兄弟有班长耶 班长是神耶 拜神 寿金 银子 四方金 你也拜一些四方金 四方金耶 你供养 天兵天将 他们会来指挥 嘿 就是 必然 那一位 我们信徒师兄耶 我说你回去 用这拜拜 你准备一些金子 怎么样用 好了 我 在那一天晚上 他在山上睡觉 有一群的好兄弟 他们坐在他们前面 叫他说 我的主人 请你为我们说话吧 跳起来 我又不是修行人 为你们说话 什么说话 你送了那么多的金银财宝给我们 我们很感谢你 他 哦 没有啦 张老师告诉我 说你们要钱 你们要钱 我跟你们结缘 谢谢你们帮我们忙 他三年内的山上种一些水果 哎呀 那一年 那一年刚好种那个实际果 百香果 那一年生的特别多 价钱特别好 你看 人 你再怎么样 我们还是联魂世界的 我们不能把他忽略了 在后面 好兄弟 齐齐擦擦 真的有 有人在跟 以前 帮我做免人的 免人工 他是杀猪的 有一天回到家里 常常过河 过河 水 停了就没有 好啦 皮带拿起来 就把他打 我们人的皮带很有用 魔鬼你皮带拿起来 那一打了 魔戒的鬼戒的 他们都会跑 结果 打到一个小女孩 在那边 溺死了 回去晚上 就说 妈妈 爸爸 这个水 用皮带打我 每天都这样 回去求救他 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 才来问 我这个苏先生 苏先生 这个 这个没人工 那时候我们还没有结缘 他说他在外面 在后面 在吓我 所以我用拿皮带 起来打 各位 你们要知道 如果碰到 孤狠有零 你到了不够的时候 你赶快 皮带 拿起来 皮带 叫做法绳 法绳 所以男的皮带很有用 你们女的就不用皮带 怎么办 阿弥陀佛 观世菩萨 救救命 就只有多多念念佛 所以我们身上 所有一切都是法器 很多很多的法器 我陆陆续续 会告诉各位 怎么样趋吉必凶 怎么样呢 能够让一些不必要的烦恼 让他减少到最少 好 这也是我们用语 语经的法文 所以一级一切一切即一 好 这个道理就在这里 阿弥陀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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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